你开车吗 你又不去保养场 检修的经验呢 今天Eric 来到节目现场 要来告诉我们 一张估价单背后的血泪 什么血泪 有一个有够 可怜的可怜的苦主 他开了 我们看到开了Golf GTI 结果这部车子啊 新车新大大 一万公里保修 结果那部车 跟你的车一模一样 年份几乎就差 同一个月哦 你说你进场检修 不要钱 一共共攀 共了快一万块钱 就差这对 今天我们把这个苦主 苦主在这啦 这个头帽来热 看买安装 这一万块钱 要不回来了 来 来救救我们 这一张估价单 看出 他哪一个地方 被人家坑啊 居然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部车子是 2014年的5月28 挂牌的一部 Golf GTI的新车 对 所以他这一次呢 是做一个新车 第一次的这个回厂保养 对 不是做新车回厂的检查 是 是做保养 那刚好呢 我也在2014年的5月初 买了一部一模一样的车子 所以这同一个月份的车子 对 同一个月份的车子 对 也在前两个月回去做了保养 做了第一次的保养 但是我不是做年度保养 我是因为里程数到 必须得要去做保养 但是为什么 今天就在于说 他要8000块钱 你说你一毛钱不用 我们先来看看 他的估价单好不好 对 他的估价单 对 这个里程数其实是还不到保养里程 是 所以 非常的关键点在这个估价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估价单 是 零零洒洒做的这么一大项 对 总共是8090元 是 中间必须要做的是原厂机油的更换 他做了 好 机油滤芯器的更换 他也做了 螺栓的更换 也没少做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如果你螺栓没有更换 可能会有漏油的疑虑 没错 重点在这个地方来了 玻璃清洁剂 是 节气门的清洁剂 很好啊 这个都要吗 这部车子才跑了8000公里 节气门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脏污 并不需要去做这样的清洁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新车型大大 结果你给我做了多余的 这个节气门清洁剂的环保性保养 他会建议你 做这一些的保养项目 但是实际上 以我们实物的经验来看 这些项目是不需要的 玻璃清洁剂是什么 就是你雨刷喷水的那个 玻璃清洁嘛 对 一次要151块 那也是钱耶 那你知道 喷水喷完一次就没了 所以我们平常其实都有 自备玻璃清洁剂 自己再去加 自己可以refill它 但是Eric给我们看看这一项 这一项特别特别 我特别还问了这个S先生苦主 你看喔 引擎油泥清洗砖案 这个砖案钱不少 共2千块 当时还有对话喔 车长还问这个 我们这个苦主 头部门在笑 还问他说 他还问这个车厂说 我需要这一项吗 我这个新车需要这一项吗 他还特别问喔 车厂跟他讲 需要 这样给他用下去耶 所以特别强调 他只跑了8258公里 救命耶 新车厂要轻什么 8000就有油泥 你告车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你的车子跑8000公里 就会造成引擎油泥 你必须要清洁的话 这个车子基本上是一个瑕疵 所以今天车厂真的在框他喔 他人家还有问耶 问说这个油泥一听就很脏 只有开很久的老车才有油泥 我这8000公里的行动车的车 然后我整个totally的 检视了一个这一次的这个维修清单 我发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说这个车主他一定自己都没有问清楚 进去就说我要保养 保养然后什么都不看 人家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大部分的车主都这样耶 其实我一直强调 我们去做保养的时候 把车子交给这个汽车公司之后 要请他先列出这一次保养 预计要做的项目的清单 我们自己亲自看过 然后一下一下检查之后 你自己可以确认哪一些是要做的 哪一些是不要做 譬如说玻璃清洁机 很简单嘛 你自己平常在家里 就已经在加玻璃清洁剂 你这一次干嘛要花钱 加玻璃清洁剂 151块可以买好几瓶玻璃清洁剂 所以他自己不检查 对不对 这个地方最好笑的地方是 四轮平衡配重调整 花了他420块钱 这个在调这个轮子 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我才8000公里的新车 我调什么调 一般这个跟里程数 没有太大的关联 除非是你的平衡跑掉 平衡跑掉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部车你开到80 100 上了高速公速 你发现你的方向盘会抖动 甚至会左偏右偏 你需要做一个四轮平衡配合调整 甚至是前轮定位的动作 但是这部车子呢 我们问了S先生嘛 他完全开的是非常正常的状况下 平平稳稳的 他也多花了420块 做这个四轮配重平衡调整 众阿公啊 我们要请Eric 最后给我们统整一下这张估价单 来 这样说得快 比较开气 到底真正需要接受 这个所谓的维修或者保养的部分 要花多少啦 其实车子在保固期内 我们一定要回原厂做这个定期的保养 无论是里程数到了或是年度到了 都要去做保养 只需要做什么呢 原厂机油的更换 机油滤芯器的更换 还有这个螺酸的更换 当然你必须负担一个小保养的工资 那这一项公单看起来 这些都是免不需要去多做的东西 那我的车子前一阵子 刚刚做了这个第一次的年度保养 总共花费金额呢 虽然我是不用钱啦 因为我买车的时候 Sales有送我一个第一次免费保养 不过我还是很仔细的看了空单 因为它是送我的嘛 我要知道你到底送我些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换而言之 也就是说这部车必须要的保养 就是那些赠送的项目 我算过了 五千块 五千块打死 结果它真的是花到了八千多 今天我们共花了三千块 也不是小钱 但是现在大家就在问 问说今天我车子 回原厂去保养的时候 特别像这种新车 像你们这种新车 回去保养 由此一说 我不知道对不对 说进去的时候呢 你只要保养机油就好 其他的呢 是这样子吗 因为车子这么新 又在保固期内 你开起来非常的正常 又没有坏掉 你干嘛去做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项目呢 除非你的里程数非常的高 跑了三万五万公里 可能需要做一些节气门的清洁保养 那通常这个 跟这个引擎油泥的清除的 现在原厂的机油 品质其实相当的不错 那还要去清洁油泥 表示你的机油不好 这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嘛 对 我想就这样 就那一位A车主跟Eric 我相信你们车条件一样嘛 对 你们这两个车呢 进去这个场的时候呢 他给你的工单两个车 基本上工单是一样的喔 他给你也是一样的喔 可是Eric呢 他有专业知识嘛 他知道我可以把很多杠掉啊 你应该讲 他都被他杠掉了嘛 对 但是A车主 他不敢杠掉啊 看不到啊 然后你要是问一下那个接待员 这个油泥不做 会不会不好 喔 这个油天引擎要是故障 可能影响保护 他有问耶 他到底会问说 这个什么校正 跟安全有没有关系 这个搞不好 这个会失控喔 所以S先生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引擎油泥清洗专案 我新车要做吗 这个保养厂的人员告诉他说 你这个如果不做 引擎可能会坏掉 这是一个诱导式的骗数 我的新车 那我不可以让他坏掉啊 这是一个诱导式的骗数 我觉得这个在消保法上面 应该要名列 不得诱拐这个消费者 做一些非必要性的保养 好 谢谢Eric Eric请回座 所以呢 我们就想说 Ganaki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话数 让我们心生恐惧 多花了三千块 你说这共磅啦 实在也是共磅啦 对吧 是啊